狗场那些淘汰老狗都去了哪里 真相令人扎心 随着宠物经济的崛起 孕育出很多犬舍 有了狗场自然有很多种狗 但是狗这种动物寿命不太长 能够繁殖的时间更加短暂 小型犬一般八个月左右可以开始繁殖 大型犬一般一岁半是最佳繁殖时期 繁殖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呢 大部分的狗一岁到八岁之间是最佳繁育期 这期间的狗身体比较好 母性比较强 小狗出生成活率也会比较高 但是八岁以后就会进入老年期 哪怕去搭配也生不出什么样小狗 也很难存活 经常性的搭配只会生出一两只 无疑养这些种犬就相当于亏钱 那么这些老狗是如何处理的呢 极小部分的犬舍会给它们做绝育 然后免费赠送给别人 大多数淘汰下来的种犬 八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 直接会卖给狗肉商贩 成为人们的下酒菜 无论这只狗以前历过多少汉马功劳 生出过多少小狗 给狗主人赚了多少钱 大部分的结局 最终都是进度餐桌 成为人们的下酒菜 最终是可以卖给狗肉商贩 的一斤 二斤